先訪他要問酪梨 說到酪梨呢 他說最近的落後後 肥子都會吐下去 這感到又有求 他有點緊張了 會去吐到水 種酪梨什麼都不用說 這我們一直在告訴我 嚇水 酪梨非常會怕吐水 所以下水不好的地方 千萬不要去種這個東西 所以他最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可能是 吐到水 應該會要水落 水分含量過高 他的透氣性太多 所以我們會去補一下 這個維他命B 還是用一點融鈴菌 但是這一定要 如果有吐水一定要放 水要把它放到乾 盡量可以用這種方式 可以給好朋友 少了解一下 當然你這個小漲 這個可能 不可以去搖到 譬如說 你把它種 你種小漲 有搖起來 但是落後 甚至土太軟 你有去搖到 如果搖到水 如果搖到水 可能你去搖到水 他就牽液 他就牽液 給你看 所以現在要去處理 可能就是說 在這個均勃的部分 是不是有受傷 所以我們通常 會去用一點的微塵 所以 一般這種 是不可以等到這個好天 就是說 落後刷了 然後我們就去用一些 可以減少 減少 減少 這部分的 這個 這個損失 所以 在這裡可以 跟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大概 你自己可以做的 可能是這樣 千萬不能落肥 這落肥肋 就不夠了 所以 這點 要稍微注意一下 應該盡量 看機會起來